三规是入佛门 第一堂课 佛吧修行 原理原则传授给你 这叫承受三规 第一个 规于佛 规是回头 意识依靠 佛是救 换一句话说 我们从迷惑颠倒 回头来 要依自信救 这个佛是自信佛 不是他佛 自己本来是佛 自己本性 有无量智慧 那就是自信救 第二规于法 法 是正而不邪 正知真见 我们从邪知邪见回头来 以正知真见 那正知真见在哪里 佛经所说的就是正知真见 读佛经 听讲解 这正知真见 正而不邪 从邪知邪见回头来 以正知真见 这叫贵 这叫贵法 贵于神 神是亲近的意思 是虎目的意思 就是六虎 六虎做到了 这叫神团 我们从不虎回过头来 要和无相处 我们不亲近 要回过头来 要以亲近 静而不然 那我们今天依旧是任务 这叫三宝 都是自信本据的 不是没有啊 过过都有啊 只是我们迷惑电脑 被这个世界五一六成 欺骗了 把那个当作真 把自信三宝 完全不知道了 迷失了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这是真真之宝 佛法里头没有迷信 因为 因为 决正经三 这三个 远离远则 所以修行呢 就展开三个法门 三个法门再展开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到最后就归于三门 三门 一门就成就 只要你修一门 不必要修三门 从决门成就的禅宗 信宗 发信宗 大吃大悟啊 明心见心 从这个问题去听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人少啊 几乎没有了 过去有 啊 他方世界的人 有啊 像经上讲的 这些主大菩萨 啊 他们都是从这个门进 啊 第二个呢 从法 法是今天 正知正见 从这个门 去臣服 啊 这很普遍 一般知识分子 都做这个门 啊 第三个门 是非常特殊 进 修清净心 啊 修清净心 有两个宗派 净土宗跟密宗 啊 密宗也是修清净心 啊 密的清净 比净土宗还要严格 啊 还要深 为什么 净土宗是 立境界 修清净心 啊 密宗是不立境界 就在境界里的修清净心 真净心 啊 过去老师告诉我 大乘佛法 啊 不修灭 不能陈旧 但什么时候修灭 出地 一生 啊 出地菩萨 才有资格 修灭 为什么 他先定 他不燃住 再燃你都不燃 啊 这个净土宗不行 没有定理啊 你在境界里 你能不燃吗 你在明里头 能不那么有贪心吗 啊 有贪心怎么办呢 原理他 啊 这就对了 原理 保护自己的情境心 啊 密不世界 密不原理 接触里头 而不燃 真不燃 啊 所以 地上菩萨 这是真正 学密的根基 啊 这个是 等于说 波斯班 最高级的这班 啊 这个班里头 华严俊俊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